我是无敌的 我逼个心 我没有心 没有心 周深老师知道我们的无敌小可爱 知道专属BGM吗 我知道 给你拼的 上纸眼就在这儿 偷偷看门片 对 你对这个BGM做何感想 对这个BGM的感想 就是对我的误解 那你觉得下次应该给你配什么样的BGM 比如说今天 今天应该配 我专辑的歌 是都 这一天是出场的感觉很大 在唱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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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024年车街道的小美满 周深依旧用自己的声 为中国电影同飞 奏向希望的乐章 其中小美满七次都得歌曲周广单 全网周第一 都平台收到两百万 一成本领 周深每一个辉煌的瞬间 都由她的歌声相伴 就一辈子朋友们进入这个时刻 昨日周深现身荆州参加了2023至2024年度中国电影大数据荣誉之夜的舞台彩排 央视六公主中的官微如中国电影报道 1905电影网官博电影频道容媒体中心 M观影团等官微也在第一时间纷纷透露了周深彩排小美满的花絮 周深一身白衣 清爽可爱 深受现场观众欢迎 居受投足 潜虚有礼 真是细心温暖的小太阳 现场彩排首先演唱了深受大家喜爱的小美满 依旧稳如CD 让人狠狠爱了 太期待周深的新舞台了 今晚二十点央溜及电频道各平台号不见不散 你看笑不在 有双眼归 小风在里面 不如好好欣赏 一秒迷糊糊的浪漫 只要一张心 爱唱的色满 阳光的温暖 不去想 不想 不用借情梦说一个答案 然后今年的咱们就要演唱了那个小美满这首歌 那你觉得这两首歌就是被 被反映讲究什么样的意义 谢谢谢谢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问 那我觉得这两首歌他们都有一个 共同的一个风味就是 当我自己在坐车可能平时在赶通道 或者去机场的时候听到这两首歌 我都觉得会让我深深的深呼吸渴气的感觉 就会放松 然后就觉得所有的压力啊 或者那些当时的一些困扰都慢慢慢慢散开 我觉得就是 音乐的能力也是更多影视作品想给大家去展现的一个功能吧 所以还是刚才那句话很幸运可以通过舞台通过影视作品去被大家听到 也希望自己可以唱到更好的听的歌 然后让很多人听到吧 另外就在11日 周深工作室官宣了周深全新个人专辑 反身带此闲行曲《圣楼MV》 将于4月16日10点正式上线 近代揭晓 配的文案是是幻是真 关于圣楼的想象总会有答案 与周深一同探寻行底的圣楼 工作室同时更新了MV大片中的帅照 华南音乐、北京网音云音乐、新浪音乐官微 也同步对圣楼MV上线进行了官宣预告 不知道有人注意吗 透露出了照片和前面圣楼写真极其相似 只不过一个是黑白色调 一个是蓝色色调 华南音乐北京官微说 蓝色作为梦幻与现实的桥梁 引导我们沉浸在深沉魅力 深入蜃楼感受无尽的想象和深邃的情感 你更喜欢哪个呢 现在打开QQ音乐收听这首单曲的人始终在几万 可见周深青年某一件的专辑先行曲的发布 着实震撼了歌迷朋友 音乐大咖们在听了周深这首歌后 在网上评论说震惊 然后是没想到周深的这首歌是这样的风格 有说新影超前科幻虚拟神奇等等 混音师谈到这首歌是沉浸在言语无法表达的感受中 太震撼了 他们用专业术语分析这首歌的内核 分析每一句用的乐器配人声的制作处理 感觉恰到好处并且很高级很震撼 就连《流浪地球》的郭导也被周深的这首歌吸引了 还在社交媒体表示周深的这首歌和《流浪地球》很大 周深的新专辑《先行曲蜃楼》一经发布震撼了全网 音乐各平台的播放始终在循环 周深在华语乐坛的热度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也给周深的歌迷和粉丝带来了无比的喜悦和自豪 因为粉上歌手周深值得 周深是目前无可替代无可复制的人间音乐精灵 是用言语无法表达的神奇宝藏男孩 是老天赐给人间的财富 是降临到我们身边的幸福源泉 周深的无限可能随时都让你措手不及 还有没有什么风格是你想挑战的 但是还没有尝试的 那太多了 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就在想 后面那几张专辑我们要不这样做吧 那几张专辑 我是不是用力这个flag 就会觉得我不知道 但是反正总之现在的目前是先好好弄完这张专辑 后面的事情后面再说 然后但是的确有很多非常想做的事情 或者是风格 总觉得这张专辑像是一个 一个坎儿 就感觉迈过去这个坎儿就会海过天空 这又是一个flag 其实我觉得 纠结折磨 但是觉得很有趣 就包括跟制作人老师 我们一起纠结曲啊 词啊 各个地方来来回回的地方 就真的是会有很多很痛苦很挣扎的时候 但后面 听到歌曲之后 我还会觉得 啊这是一次 总之 总之作为我们 怎么说呢 主创人员里面 会觉得还是一次比较有 有意思 以及有 有趣的一次冒险 或者是一次经历吧 也希望 总之 哎 真的很希望这样专辑 大家可以就是 听一听 这张专辑里 你最希望 喜欢你的人 吸收到一些什么样的情绪 都可以耶 因为这样专辑 它有各种不同的情绪在 我觉得大家只要能够愿意 在这样专辑里的 某首歌里面 找到一个栖息的地方 我觉得就好吧 那你觉得你的歌迷朋友们 你的生命 能够感受到吗 这个flag我就不利了 弹幕打在公屏上 那到今天为止 对于你的二专的呈现 你觉得你是知足的吗 那当然是不知足的 因为之前 为什么会推翻那么多次 就会觉得老是觉得缺什么 或者是老觉得有遗憾 但我觉得是最近 自己比较想通的一个事情 包括这样专辑 我也肯定不能够用完美啊 或者怎么样 十分满意 或者是完全满意去形容它 我觉得专辑 就是一个遗憾的场合 所以才有机会 去用其他的专辑 慢慢来弥补一些 弥补一些更想表达的东西 或者是 没有 没有